上节课我们讲的热修科蛋白呢 它的那个起作用呢 是在细胞内 它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非蜂蜜性的蛋白 它在细胞内产生 然后呢在细胞内起作用 我们现在讲这个急性其反应蛋白 Acute-phase protein呢 它是一种什么呢 蜂蜜性蛋白 所谓蜂蜜性蛋白就是什么呢 它们在组织里边产生了 而且呢大多数都是在肝脏产生的 产生以后呢 蜂蜜到血液里边 蜂蜜到血液里边 然后呢到了各个组织来起作用的 所以叫蜂蜜性蛋白 它的定义就是说 阴急的时候由于感染 炎症或者组织损伤等原因 是血浆中某些蛋白质浓度呢 迅速升高 这些蛋白质叫做阴急 叫做急性其反应蛋白 你从这个定义就可以看到什么呢 这个定义很宽 很疏松 就是凡是你附和那个阴急的时候 只要是在阴急的时候 这个蛋白质的浓度呢 升高了 那它你就可以说 它是个阴急蛋白 就是急性其反应蛋白 你就可以这样叫 那么急性其反应蛋白 有很多种了 因为说它那个符合这个阴急的时候 升高的这些蛋白质啊 种类非常多 种类非常多 我把这块呢 用这个什么升高的幅度来分一个类 升高的幅度来分一个类 就升高50%的呢 比方说有铜蓝蛋白啊 补体C3C4啊 升高不超过5倍的呢 比方有纤维蛋白源啊 我们就刚讲过 这个凝血 对吧 纤绒酶原集合物 抑制物啊 α蛋白酶 抑制剂啊 α抗米蛋白酶 解合粗蛋白啊 这些呢 也都是急性其反应蛋白 它应急的情况下呢 升高不到5倍 另外呢 甘露糖解合蛋白 脂多糖解合蛋白呢 它升高5到100倍 还有两种蛋白呢 C反应蛋白和血清淀粉样 A蛋白 能升高多少呢 大于1000倍 大于1000倍 所以说呢 这两个蛋白呢 升高的那个什么 幅度特别大 也就说什么呢 在应急条件下 特别灵敏 检测的话特别灵敏 来源呢 所有这些 急性其反应蛋白 来源呢 主要是干细胞合成 那么急性其反应蛋白的 生物学功能呢 我们可以大致 把它主要的功能呢 归为这样五类 第一个是抗感染 抗感染呢 举个例子 包括什么 调理素作用 这个促进 巨石细胞的 通食功能 什么叫调理素呢 就是说 来了一个细菌 来了个细菌呢 这个我们的巨石细胞啊 中心粒细胞 要把它吃掉 但是呢 没有这个调理素啊 我们中心 那个巨石细胞 不认识它 不认识它 不理它 那怎么办呢 这个调理素呢 就是说给它打个标签 棒 一打上去 说它是个坏蛋 这个时候呢 有了这个标记以后呢 这个巨石细胞就去把它吃掉了 这个呢 就是 C反应蛋白 还有一个补体作用 也是 C反应蛋白 补体 C3 补体作用呢 是一个 在免疫系统里边 它起着多方面的功能 多方面的功能 它可以促进 这个免疫系统 包括那个促进 这个 细胞那个 趋势 趋势细胞的 趋势功能 第二个作用呢 是抗炎症 C反应蛋白 比方它抑制 中性粒细胞的激活 第三个是 促凝血作用 这旅温级 包括纤维蛋白源 我们知道 它这个 银血的成分 它在 阴急状态下呢 它的含量增高 纤维酶 银原 激活物 抑制物一 这也是 这两个呢 都可以促进 凝血 C反应蛋白呢 还可以促进 单核细胞 组织 因子的表达 从而呢 促进 这个 外源性 凝血 抗损酸 就是α那个 蛋白酶 抑制剂 和α1 那个抗米蛋白 抑制剂 就是它抑制 蛋白酶 的作用 蛋白酶 有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把我们的 组织给水解掉 再有呢 就是解合和运输功能 比方 铜蓝蛋白 铜蓝蛋白呢 它那个什么呢 我们机体里边的 血液里边的 铜 铜离子呢 主要是和这个 蛋白解合的 解合猪蛋白呢 我们的血红蛋白啊 主要是和它解合的 所以说呢 这个有个解合 再选一种运输的作用 主要是这样几个功能 我这块举一个 纹线研究 就是前面说 那个C反应蛋白 C反应蛋白呢 在阴极条件下呢 它可以升高1000倍 是很灵敏的 所以人们就想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 用它来作为一个指标 那个测来和那个各种疾病 有什么关系呢 研究这个问题 所以说有很多研究 因为你想嘛 一个东西要是 升高 一下子能升高 大于1000倍的话 它很灵敏 它很灵敏 所以呢 这些年有很多这样的工作 临床上也用它来做一些 检测来预测 你看它从那个 血液中间 每升血液里边 毫棵树 要是低于这个 在这个什么呢 1毫克到0.1毫克 这个范围内呢 一般这是我们健康人 低危险因素 就是我们也 烟酒 不抽烟不喝酒 对吧 身体也比较健康 这些没有多少危险的 坏习惯的人呢 是这样一个范围 另外一个人呢 比方整天在抽烟 它那个C反应蛋白呢 可能就是什么呢 就1到10了 还有呢 就是有人呢 有那个稳定性的心脚痛 稳定性的心脚痛呢 它可能也在这个范围 要是有一个不稳定的心脚痛 它就有 就更高了 有一个轻度的心肌梗塞呢 也更高 如果要有个比较大面积的心肌梗塞呢 它的那个浓度就更高了 最高处那个这一点呢 是表示什么呢 组织炎症反应 对吧 比方关节炎啊 脑膜炎啊 等等 所以这是个 其实这方面的研究很多 这个有感兴趣的同学 都可以看一看这方面文献 因为它是一个 可以是一个什么呢 很灵敏的检测 这个不同疾病 这个一个指标 是不是处于阴急状态 前边我们讲的那个这样多呢 我们要求大家掌握的呢 热修科蛋白和 急性期反应蛋白的 它的定义 和它的基本的功能 这个图是什么图呢 这是在那个什么 就是斯德哥尔摩 瑞典那个市的音乐厅 我去那的时候 在它外边照个像 这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每年的12月10号的下午4点呢 在这儿进行那个 发普诺贝尔奖金 所以今年的时候呢 因为在今年 我特别还注意了一下 因为那会儿说 我们国内那个图又又教授呢 得了美国那个拉斯克奖 美国的拉斯克奖 得那个奖的人啊 相当多的 就随后就得了诺贝尔奖 所以我等着再隔几小时看一看 虽然后来没有得 但是说 这也是近年来 我们这个国内在做这个研究中间 很受认可的一个工作 其实救了几百万人 下边我们讲阴极的时候呢 集体的功能代谢变化 中枢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呢 去找圣山限数要升高的时候 10度的升高呢 是提高我们的紧张和专注程度 专注程度 这就是什么呢 它蓝斑系统又除了下行到那个胸山 在交流感神经系统以外呢 它还上行到那个我们的皮脂 这样的引起我们的警觉 引起我们的警觉 引起我们注意 就10度的警觉呢 这个浓度的身高呢 我们看书呢 记得也快一点 但是我们过度这个身高呢 就焦虑害怕愤怒 就有点 出现这样一种不正常的 然后呢 是这个下球脑垂体 这个圣山限皮脂系统呢 10度的信奉呢 是维持良好的认知学习能力 和良好的情绪 所以我们比较快活 我们也学的东西也快 记得快 就是我们 就是必须要有它的一定的 那个信奉程度 但过度信奉了以后就会 人会抑郁啊 厌食啊 甚至就跑到楼顶就往下跳 免疫系统 急性应急的时候呢 能够升高这个外周 吞噬细胞的能力 补体也升高 C反应蛋白也升高 过前过久 或者慢性应急的时候 糖皮质疾素和RX氛氛 持续升高呢 就抑制免疫功能 诱发自身免疫疾病 就说你要是老是处于紧张状态呢 就会得一些免疫疾病 这是 这块呢 我是引到一个文献的一个图 一个图里边讲这个 就是说对那个糖皮质疾素 对这个什么呢 对免疫细胞的一些 那个它的作用 我们这块看到糖皮质疾素 这是B细胞 对吧 这是淋巴细胞 那个什么呢 这叫束途状细胞 然后呢巨石细胞 这个是那个什么呢 这是T辅助性那个淋巴细胞 这是细胞毒性淋巴细胞 然后呢 这也是细胞毒性淋巴细胞 这些呢都引起它们的什么呢 凋亡 都引起它们凋亡 就长期这个急速着用的时候啊 这还有B细胞 是产生抗体的 都会通过这样一些机制呢 引起它们凋亡 这样呢就导致免疫系统的那个抑制 那它怎么着用呢 这块呢就说给了一个图 这是个大的细胞 这个糖皮质疾素呢 是齿溶性的 它穿过膜以后呢 这个小红点是糖皮质疾素 这块是细胞 包浆的那个糖皮质疾素素体 正常情况没有解合的时候 这个糖皮质疾素 这个素体啊 是和一个热修科蛋白90结合的 好像是它把它呢 这个丰子伴娘的把它带着 带着呢 给它介绍给那个什么糖皮质疾素 这个糖皮质疾素呢 就和它的受体解合了 解合了以后 这个丰子伴娘呢 他觉得任务完成了 他就走了 然后呢 这个受体呢 糖皮质疾素的受体就形成个双具体 就两个解合的那个 形成一个双具体 然后进了细胞核里边 然后呢 再导致什么呢 这个一系列的反应呢 就是说其中包括抑制这个细胞因子啊 最后导致抑制那一些免疫反应 实际上是一个一般的这个 就是糖皮质疾素 作用的一个机制 心血管系统 心血管系统呢 它基本的变化呢 在阴急的时候呢 是心率是升高的 心肌收缩率也是升高的 心输出量呢 也升高 血压升高 它主要是通过什么呢 信奉这个胶杆 胜上线水质系统 而查丰安的释放来 且发挥作用的 它的意义呢 主要是个带赏意义 就是说维持循环血量和血压 保证心脑等重要器官的血液供应 这是它的一个 主要的目的 主要的目的 消化系统 阴急的时候 胶杆 胜上线水质幸福呢 可以导致什么呢 胃肠血管收缩 血流量下降 就消化到的血流量是下降的 这样长期作用的时候 就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胃肠黏膜的糜烂 因为缺血 然后溃养 粗血 对吧 这个 轻的时候就要 最表皮成那个什么呢 上皮细胞 被那个坏死了 重的时候呢 整个黏膜穿孔 黏膜穿孔 血液系统 这血液系统呢 就是说 急性反应的时候 白细胞是升高的 血小板数目和黏肤力也增加的 凝血因子也增加的等等 这个的目的就是抗感染 抗损伤和抗出血 这样一个目的 慢性阴急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单核 吞噬细胞对红细胞的破坏 导致 可以导致贫血啊 低色素 血症 红细胞的寿命 也可以缩短 泌尿生殖系统 这个胶感染 随时兴奋的时候呢 可以是 胜血管收缩 胜小球滤过滤 降低 将导致扫尿 同时呢 胜素 血管紧张素 全固通系统的激活 这个胶感染 性兴奋以后啊 它那个胜脏的血流减少 从而呢 可以导致这个系统的激活 激活以后呢 也可以使什么呢 血流的 那个胜小球过滤 减少 少尿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 皮脂急速 那个升高的时候 它可以使抗粒尿急速也升高 然后呢 导致肾脏的重吸收水 那个什么增加 重吸收水增加了以后 尿就少了 这样呢 它是 也是为了保持一个循环血量 生殖系统 生殖系统呢 就说这个 在下球脑水平 除生殖线皮脂急速 释放急速呢 可以抑制 促性腺急速 释放急速的风靡 这个在垂体系统呢 糖皮脂急速呢 可以抑制黄体 生成素的风靡 在卵巢那个部位呢 糖皮脂急速呢 可以导致什么呢 磁急速和黄体 同的风靡的减少 这块呢 我觉得有一个文献 读的时候 觉得有意思 就是说 男性和女性 对待阴急的一个差别 这样一个研究 你看这个图吧 这块有一个 这好像跳高一样 这块有个杠 这个杠就是什么 得病的预知 就一旦我们阴急的反应呢 阴急的反应超过这个 这个高度以后 就会得病 这前面两个是男的 这个画一个圈 有个小箭头 男的在正常情况下 那个阴急的敏感 都这样高 然后就要着火了 就阴急了以后 他升到这个 还没有达到预知 就是一般来说 男的抗阴急 比较强一点 女的呢 正常情况 没阴急的时候 他已经到这个 快到这个杆了 他一来一个应急呢 他就超过这个杆 他就可以那个 得病 他可以 就是阴急的情况下呢 女性更容易得病 所以你要是一个 丈夫 你就应该关心你的妻子 或者关心你的妈妈 那个 他们那个 为什么会这样呢 现在还不是太清楚 我就看了一下 最近网线 还是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呢 可能和这个 磁性疾速有关系 为什么呢 一旦这个过了 女性过了这个 绝经以后啊 他就 恢复到这个状态了 他就抗这个 阴急的能力啊 就绝经以后 过了更年期 他绝经 他这个对待阴急的能力啊 就比较 更增强了 前面我们讲的这样多呢 我们要求大家掌握的只有一个 就是 阴急的时候 心血管系统的变化 阴急的时候 心血管系统变化 这个图是什么呢 这是我在挪威的时候 他那个市政厅 市政厅那个 造的像 在市政厅呢 也是每年12月10号呢 在这颁发 这个什么呢 他那个和平奖 和平奖在这颁发 下边我们讲一下 阴急损伤和阴急相关的一些疾病 阴急反应和疾病呢 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 建立了明确的因果关系 就说只要有阴急呢 阴急的 那个足够强的时候 就会引起这种病 就这种病呢 是由于阴急引起的 只有一个 就是阴急性窥疡 它是阴急起主要致病作用的 另外一些呢 是阴急相关的疾病 就是这个阴急呢 是疾病发生发展的 重要的参与和参与因素 就是说它能够什么呢 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 但是呢 处于阴急的条件下呢 使这些病呢 能够发展的更快 更严重 这个包括什么呢 原发性高血压 动脉中央硬化 冠心病 溃疡性 阶苍炎 支气管 哮喘 这些 这些疾病 就是说它是一个 就是说 帮助的 帮助的 它不是主要的 一个因果关系 但是它是帮助的 在讲这些疾病前呢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叫做全生实应综合征 这叫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 GAS 这个呢 是在三六年的时候 由这位学者 首先提出来的 他在Nature上面 发表了一篇这个网章 提出来 当然现在已经是教科书了 所谓 这个全生实应综合征的定义呢 就是 因机缘 持续着用于机体 产生的一个动态的 连续的过程 并最终导致 内环境 紊乱和疾病 成为全生实应综合征 这就是它的一个定义 它这个 可以分为三个期 三个Stages 就最早呢 是个警觉期 Alarm Stages 然后是个抵抗期 Resistance Stage 然后最后呢 就是浩劫期 Exhaustion Stages 这三个期呢 是在应急条件下 我们机体应答的一个过程 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 都要发展到最后浩劫期 就是我们身体适应了以后啊 我们就这个期就中断了 就恢复正常了 如果不能适应 就继续发展 第一个期 Alarm期呢 主要是什么呢 保护防御机制的一个快速动员期 在这个期的特征是交感 肾上线水脂系统信奉 肾上线皮脂急速呢 也升高了 它的意义呢 就是有利于机体增强抵抗 这回避损伤的能力 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前面说的 Flight or Fight 要不就打 要不就跑 采取一些动作 这个时候呢 就把这个应急 这个刺激呢 给它消除了 抵抗器 如果这个警觉期 这个应急那个什么呢 还存在 应急缘还存在 而且我们机体呢 没有适应 这个时候呢 就转入了抵抗器 抵抗器呢 警觉反应逐步消退 出现了以肾上线皮脂 蜂蜜增多为主的 实应反应 所以在这个期呢 主要的 这个是有皮脂急速 蜂蜜增高引起的 第一个期呢 是主要是肾上线那个 肾上线素 升高为主的 当然话说呢 皮脂急速也升高 在第二期呢 是以肾上线皮脂 急速 升高为主的 这个 它的意义呢 就是适应 抵抗能力的增强 第三个期呢 就是说 如果过了第二个期呢 我们还没有 这个阴急呢 还在那儿 我们身体呢 还没有适应 身体还没有调整 没有适应 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抵抗能力 消耗 消耗 浩劫了 肾上线皮脂急速呢 持续升高 但是呢 它那个包胶内的 受体的数量和清和力呢 下降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细胞啊 对什么呢 对这皮脂急速的反应呢 减弱了 这个时候呢 内环境呢 明显的就失衡 出现一些阴急相关的疾病 这个是把这三个期呢 和那个我们对身体那个 对阴急的应付能力 或者叫抵抗能力 画的一个图 你看警觉期呢 开头是正常 突然来了一个阴急 这个时候呢 就说斩 一个很短斩的 那个抵抗力的下降 紧接着就迅速升高 这是在警觉期 所以整个来说 警觉期呢 我们这个抵抗力是升高的 然后到抵抗期呢 继续升高 前期到后来呢 又要降低 随着这个阴急的继续持续呢 我们如果身体 还没有适应过来呢 或者是阴急呢 次级还在存在 就是举简单例子 把你放到 那个西藏高原了 你不能适应 不能适应呢 只有一个办法 你要不适应了 你不能适应 就赶快把你拉回来 坐飞机回来就好了 把你放那儿 你就浩劫了 所以前边我们讲的呢 这块我们有一个字 就是我们要 要求大家掌握 就是全生实验综合征的 定义和风机 这个图呢 是那个什么 我们在 我在丰兰那个 有一个 Tamper市里边 那个列宁博物馆 这是全世界 现在仅存的一个 列宁博物馆 连苏联都没了 这个博物馆是什么呢 就是苏联那个列宁 在避难的时候 在这待过 然后呢 05年的时候 他们那个 列宁和斯大林 第一次见面 也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城市呢 其实离那个苏联很近 在离那个苏联 那个Saint-Pittsburg 就是圣毕得堡很近 你要旅游 他当天就去了 下边讲几个疾病 第一个就是 阴急性溃疡 Stress ulcer 定义呢 就是说 病人在遭受 各类重伤重病 和其他阴急的情况下 出现的胃和 十二指肠黏膜 急性的病变 这个急性的病变 指什么呢 主要表现是胃 十二指肠黏膜的 糜烂 浅溃痒 和胜血 胜血因为它破了嘛 它出血 严重的时候呢 少数溃疡呢 可以脚伸和穿孔 这个是一个 病理解剖的一个图 这就是一个什么呢 阴急性溃疡的一个图 你可以看到这个黑点 这黑点是雪凝了以后的 这个什么 雪凝了以后 它的一个点 黑点 你可以看到有什么呢 很多散在 我们有时候也有一种病 叫胃溃痒 对吧 胃溃痒和这个 有什么区别呢 就说这个胃溃痒啊 其中一个就是胃溃痒 那个溃痒面比较大 比较大 一般的那个胃溃痒的那个 有多大呢 就是有两到四个厘米 这样大一个溃痒面 点不太多 这个阴急性溃痒的点比较小 点比较小 一般都会小于一个厘米 而且有很多点散在 散在 这是解剖 你要是 当然我们不需要把人给解剖了 就是现在不是有胃镜吗 插进去看一看 看一看就会知道了 那它发生的机制是什么呢 它发生的机制呢 主要就是说什么呢 胃和十二场黏膜呢 缺血 我们知道阴急的情况下呢 这个地方呢 血 胃尝到血液 血管是收缩的 收缩时间太长了 以后缺血呢 黏膜就会受到损伤 黏膜受到损伤以后 我们知道胃里边那个 胃酸呢 pH是很低的 有大概多少呢 pH一般在一到二 很酸的 一到二 我们正常的是多少 七 对吧 你要假如说是一的话 和七那个 氢离子浓度差多少呢 差一百万倍 我们正常有个 有那个黏液 就像黏膜一个屏障 你要是缺血的时候呢 这个黏 因为缺血 黏膜那个屏障 作用减弱 导致氢离子的反向弥散 进了这个黏膜下 然后呢 就把这个组织给 那个破坏了 这个情况 这是这个基本机制 同时呢 如果要伴有酸中毒 这个时候就患者 如果要是有酸中毒 或者胆质逆流的时候呢 会让这个情况呢 加重 我这块呢 举一个例子 我觉得这个例子 很有意思 为什么很有意思呢 就是一般说 阴急反应呢 我们都是大人阴急反应 小孩有时候说 有人说小屁孩什么也不懂 不见得 这是个五岁的小孩 就是他最后得的就是阴急性亏疑 怎么呢 他说他 这个病例说 他七点钟的时候 待到儿科急诊时 他的睡衣上边呢 布满了血迹 脸色参白焦急 他妈妈说呢 他这个小孩叫Scott 所以九天前做了扁桃腺切除素 两天那个前呢 就他又那个吐血来过急诊室 当时呢 当夜就观察了以后第二天出院了 这次来呢 也是因为吐鲜血 吐鲜血 所以呢 到了急诊室 不到一个小时呢 就到手术室了 到手术室以后 看他因为刚做过扁桃腺 是不是说那块有没有做好啊 结果发现那个什么呢 没有扁桃腺手术 没有扁桃腺的问题 然后呢 他就给他来了个输血 来了输血以后呢 给他到重症 那个什么 儿科的重症监护室 然后随后呢 就做了一个消化到的 消化到那个胃镜的检查 发现胃大弯处呢 有四五个阴急性亏疑 出血部位 阴急性亏疑 就是我刚才说了 那个普通的胃溃疑比较大 他这个呢 是闪多 闪在 但是比较小 就发现了 其中一个还在生血 所以呢 这个诊断就很明确了 他是有阴急性亏疑 所以呢 就对症治疗 然后呢 第二天出院了 医生呢 这医生没有 还没有结束 他要随访 对这个 所以为什么他会 那个 我们不是说看病了以后 来了挂了个号 有的医生 甚至病号还没 还没进来 他已经处方 再写好了 不是有这种情况啊 就是说他呢 还随访 随访呢 他就想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他们就发现那个呢 他这个Scott 这小男孩啊 没有被身体或精神呢 都没有被虐待 就他妈妈不是个后妈 但是呢 他今年才五岁了 他五岁了吧 但是他五岁 这五年呢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生活 为什么呢 他妈是个吸毒者 他妈吸毒呢 他就管不了自己 管不了自己呢 他经常在不同的家庭 亲戚今天早晨 把他送到这个亲戚家 明天送到那个亲戚家 大概这个小孩呢 也胆比较小 也恐惧 有的人一个人来风吧 没关系 这小孩很害怕 送到这个家 送到那个家 他长期处于一个 精神紧张状态 所以导致那个什么呢 导致他 为那个应激性胃溃养 所以呢 他这个病例发表 他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虽然应激性胃溃养是一个成人病 但是呢 这个我们的小孩啊 有可能受到远远超过 我们想象的精神压力 就是他 有的小孩就那种 比较害怕 害怕 他这个时候呢 就容易出现 就是我们即使当小儿科医生呢 我们也不能够 不注意到这个 说他不可能应激 有应激性溃养 这个不是那回事 而且现在这个应激性溃养吧 越来越一向这个什么呢 像年轻化 年轻化 因为我们现在 社会发达了 小孩那个 小孩懂的事也多了 也聪明 也懂的事多了 他看到什么事情 说不定他吓得够呛 这是应激性胃溃啊 就是他唯一的一个 建立了明确的因果关系 现在我们讲那个什么呢 心脏和心血管病 主要有三个 原发性高血压 Essential Hypertension 惯性病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还有心理失常 Arysmia 这块呢 我想讲 因为它这是一个帮助 不是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 但是呢 促进这个发展 我想讲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也很有意思 为什么呢 这一个研究 有800多个人 做了25年的水访 水访和检查 这是芬兰的研究 800多人的工人 工厂里边有 这个研究者呢 包括工人啊 有铸造工啊 重型机械工和机密 精密工程的工人 还有当秘书的行政工作 所有人的在研究的开始啊 都是健康人 都没有心血管病 随后对他们进行了 25.6年的水访 水访呢 就包括问卷调查啊 谈话啊 临床重型检验啊 然后分析工作的负责程度 任务的难度和心理负担 对工作的控制 包括决策权啊 技能的复杂程度啊 工作节奏啊 身体和心理负荷啊 对收入的满意程度啊 上司师傅公平啊 工作的保障程度啊 升迁的机会啊 等等 他就发现那个什么呢 经过年龄和性别的调整 然后呢 发现什么 具有很高工作压力 就高要求 低工作控制的工作人员的 心血管死亡率呢 增加了一倍 在这25年中间 高工作努力 低回报 就低工资 缺乏认可 升迁机会 和工作努力 实不平衡 就付出的多 大家不承认 得到承认的少 也能够使心血管的风险呢 增加一倍 高工作压力 和努力回报 不平衡呢 的雇员呢 胆固醇的浓度 增加 身体质量指数增加 就说也比较胖 这个原因是 就说什么呢 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些人吧 处于一种长期的 那个精神压力 那种情况下 这种压力 更多表示一种心理压力 比方说两个 一块工作 我原来我刚第一次 到美国的时候 在一个实验室 那个老板 就是每天早晨 在桌上告诉我 今天做什么 也不给我解释 为什么 到晚上的时候 我做的实验 结果他拿走了 所以我就处于一种 呃 处于一种被蒙的状态 对吧 我们的一个朋友 也是在一个诊所里边工作 工作呢 工作很忙 但是他总觉得工资不高 所以整天烦 整天烦 你一碰到一块 他就叨叨 觉得处于一种焦虑状态 我们想 他说要换工作了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又去一块 他说你换了工作了 他说没换 我不换了 为什么呢 有一老板 找他谈话了 说我们知道 你这个工作很忙 压力很大 但是呢 我虽然没说 但是我知道 你对我们这个诊所 太重要了 以前我做的不好 从今天起啊 你的工资啊 给你翻一倍 这个时候呢 他以前那些 同样的压力 甚至他工作做的更多了 但是他心情比较愉快了 心情比较愉快了 这个时候呢 挣钱也多了 心情愉快了 他还不容易得心脏病了 对吧 你要看到一个单位里边 有一个同事被老板啊 对和上司不公平待遇啊 你就想 哎呦 这个人有可能过几年 糖尿病了 心脏病了 但是你如果要是 被不公平待遇 你要想开点 别那个 别人看不起你 你结果再来个心脏病 不是更糟糕 致死心理心理紊乱 主要有心事献胜 主要是因为心事献胜的 就是说这个心房献胜没关系 心事献胜的时候 左心事啊 他打不出血了 心事献胜的时候 他就抖动 就每分钟呢 都要好几百次 四百次 最后他就没有 相当于在 他不能有力的打出血 最后就死亡 主要原因 就是说 儿差疯胜信奉 Beta受体以后 是心事献胜 预值这个降低 儿差疯胜呢 可以信奉Alpha受体 是冠状动脉呢 搜索精卵 在一个心肌电活动 异常 最后一个原因 就是说 胶短信奉风以后啊 是血液年度升高 血栓形成 也导致心肌缺血 这是这样几个 主要的原因 另外呢 还有一些 其他内风靡障碍 比方说 生长极数 极性应激 都是生长极数 是升高的 但是慢性应激 的时候刚好相反 就是说 通过出生上原 皮脂极数 释放极数呢 可以导致什么呢 作用在生长益数上 然后呢 导致生长极数的 风靡的减少 甲状腺素呢 急性应激的时候 甲状腺素是升高的 慢性应激的时候呢 皮脂极数和生长益数的 作用下呢 粗心线极数呢 它就 风靡减少 甲状腺素呢 也减少 同时呢 皮脂极数呢 可以抑制 这个甲状腺素T4 向那个更有活性的T3转化 使甲状腺素的 作用减弱 性极数呢 不管极性和慢性 反应激呢 对性极数的 都是抑制的 所以说呢 那个 这个是 极性和慢性 都是作用一致的 但这些呢 是极性的时候 和慢性的时候 作用刚好相反 我们讲了这样多呢 要求大家掌握的呢 就是 应急性奎养 形成的机制 这个 这是一个图啊 这是什么呢 这是在 丰兰荷尔辛基 那个奥林匹克广场 它是多少呢 它是52年的时候 在他们那儿 举行奥林匹克赛 但是这个广场 比我们这块要小的 小的 小多了去了 就是说 很小 很小 他们那个 但是这个里边呢 就有那个 值得一提 就是说 在那会儿 举行那个 奥林匹克赛的时候啊 苏联是第一次 就是不是 苏联是 好像这个 一二年去过 后来经过 就不再去了 不再去了以后呢 到52年去 就间隔了40年 当时处于冷战状态 所以说呢 奥运村呢 苏联运动员呢 或者这些 他们这些 东欧集团住在 他们单独的那个 不容许和西方的 那个运动员说话 这样 一个好像这个 奥林匹克赛事 两大集团 那个对抗 现在我们知道 苏联已经 这个 苏维埃联邦 已经不存在了 最后提起 防治 应激 相关疾病的 病生理基础 主要呢 就是要尽快消除 或者撤离 主要治病的 因机缘 这个是 把他 那个什么 消除 或者 撤离 看看他是 因为什么 引起的 刚才我讲 那个病例 比方那个 小男孩 他是因为 带来带去 把他闹得 那个 那你就可以 找一个亲戚 他感觉好的 对他好 脾气和爱的 待在一家 不要 到处乱那个什么 不要到处来回 今天睡这家 明天睡那家 闹得他挺害怕 比方说 你的对雇员呢 你就想到 该给公平点 给别人那个什么 工作任务重啊 你就多给点工资 不能你看顺眼了 你就工资高 对吧 避免给病人 新的应激刺激 然后呢 又恰当的心理治疗 和护理 最后呢 是及时识别和治疗 应激性的损伤 特别是对那个 现在我们的糖尿病 心血管病啊 是和应激 很有关系的 最后呢 我们有一些名词 要大家掌握 应激 Stressor 是应激源 然后呢 这是蓝斑去脚 腎伤腺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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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腺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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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腺� 我希望大家遇到应急 我们都会遇到应急 态度放松点 take it easy 好 谢谢